韩国高校有个八尺大人的传说 传闻她会像班主任一样在窗外窥视学生 两人感觉这肯定是恶搞视频 随后就开心地回教室拿笔记 他们不知道这一去小命就不饱了 刚到二楼的小美就崴到了脚 小敏只能独自去教室拿书 然而刚才还一脸痛苦的小美却笑了起来 小敏来到教室里面空无一人 她先到自己的书柜里拿出了笔记 然而当她打开小美的柜子时却吓了一跳 里面竟然放了一个诡异的娃娃 知道是闺蜜的恶作剧她也就没在意 随手拿出笔记后就关上了门 然而此时身后却响起惊悚的声音 可是后面并没有什么东西 随后她就背上书包离开了教室 刚出门的她听到众物坠地的响声 此时教室里的娃娃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而走廊里多出来一个天外来物 小敏没有趁机逃跑 反而瞪大眼睛看着这鬼东西的表演 直到怪物像蛤蟆一样向她冲来时 小敏才想起来逃跑 可是她却陷入到了死循环 她连续下楼了上百次依然没有逃到一楼 直到101次时小敏才意识到遇见鬼打墙了 本应在二楼的小美也消失不见 不幸邪的她跑到黄昏依旧在原地打转 这时的她已经体力不支 而此时的小美竟然就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他们像是处在了不同的时空里一样 身后怪声响起 那怪物像家爷子一样正一步步地爬下楼梯 脱离的小敏逃无可逃 随后怪物给她来了一个贴脸纱 瞳孔更是分裂成了两个 一瞬间又分成了几十个 这拿的书也太久了吧 小美打算上去查看一番 她没注意到一个怪物正向她爬来